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能跑个来回了 学校有很大的一片湖 想想看一个温度班的大学 连教学楼都只有一幢 但是却又有一片华丽的湖啊 那是多么豪华的一件事情啊 可事实上那片湖最大的作用 就是为皮划艇专业的学生提供训练的场地 不能在上面泛舟看夕阳 但绝对有人在湖边牵手喂蚊子 我们食堂是一座名为傲心院的四层楼的雄伟建筑 一楼是卖饭菜的窗口 二楼是小吃和小炒 三楼据说原来是老师腐败的地方 现在已经成为静体同学们的食堂了 四楼是活动中心 现在又冒出来了一个二食堂 这名字起的可真够二的 我们的教学楼是一幢非常破旧的房子 请注意是只有一幢的哦 而不是像某某大学一样 一教二教八九教的 这多少有些寒酸 但是作为一个读过大学的过来人来说啊 其实你没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 就算教学楼只有一幢 你也是找不到地方的 而且只有一幢教学楼 真的是不用满世界的找教室啊 就算你起床晚了 飞奔过去也来得及 哦对了 好像我们大部分的课 都是在科技馆里上的 再次焊一下 我们图书馆呢 虽然翻新过 但仍旧古旧 里面的藏书旧得很崭新 旧是因为年代久远 崭新是因为几乎没人看过 但这里绝对是我们在学校里 最喜欢的地方 虽然不比其他高校的图书馆 但对于我们学科院系的学生来说啊 里面的藏书 还是够我们好好消磨四年的 然后呢 我们就再说说田径厂吧 我们学校最大的两块草场 一块叫冬田 因为它在东边 一块叫西田 因为它在西边 这件我觉得我们学校的人很有意思 取名字都取得直接而简洁 教学楼就叫做教学楼 篮球馆就叫篮球馆 不像有些学校 明明一个教学楼 非叫什么启制楼 博制楼 明制楼 搞得具有文化的感觉 话说回去 冬田是塑胶的草场 边上有几个水泥的台阶 西田是草坪的 边上还有很豪华的看台 它们的作用打个比方来说 冬田是家里穿的家居服 朴素但是实在 西田是出门穿的正装 够漂亮但是打理麻烦 再说说那个被我们戏称为天安门的行政楼吧 那个房子是一幢非常复古的房子 正对着学校的大门 有人看上去像北方的城楼 里面是学校行政办公的地方 那应该是我们学校最早的一批建筑了 和其他的大学比起来 我们的学校小了很多 回着学校走一圈也要不了半个小时 但正是这样 我们每天不用上课之前 几千半个小时出门 下课之后十分钟就能够吃饭 现在距离校时间越来越近 学校又翻新旧楼的趋势 也许很久以后 我再回来 这将会变得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学校了 但是我很愿意看到它的改变 变得越来越美丽 当有一天 我也向学长学姐们 从学校的新门口离开的时候 我绝不会走得很匆忙 一定要好好地看看我的学校 有时候想起来 会觉得有很多的内疚和悲伤 因为它一直像一个母亲一样 以和蔼的姿态 看着我们一点点的成长 给我们鼓励 保护我们 收留我们 教育我们 宽容我们 而我们却一直厌恶它 阻骂它 将自己不满 通通地发泄在它的身上 我们从来没有跟它说过 我爱你 甚至都不曾好好地看待你 在这种消息 往今早就看见 在座面上 马桥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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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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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